- 赶快按订阅,不要错过乌塔新影片哟!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前段时间我跟大家预告了一些春夏款的帽子 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收到的 今天在这边就凑齐了所有的帽子 跟大家做一个开箱! 这几顶就是冬天的 之前我在预告的时候有给你们看过 我要的一顶Ehable,枫叶焦糖,是这个色 然后另一顶是沙土,Sable,这个色 这个色是我给我妈妈买的 然后它是小马的 它两个色真的都好美哦! 非常的好搭衣服 这一款是枫叶焦糖色 就是秋冬啊,配一些坨色的大衣 真的是非常好看,非常棒 这样子的一个内表 大体上就这样子的一个型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我觉得Lolec他们家的贝雷帽版型 是我遇到过最好最好的版型 就因为它里面有一条皮边可以帮你固定住头围嘛 我也是第二期做他们家的开箱 因为他们到过实在太久了! 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问题 但是他们质量在线那没有办法 第二顶是沙土色 是我妈咪的沙土色 它每年的徽妆款其实都大同小异的 其实买都是买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我觉得会更百搭一点 沙土色 无论深浅的衣服怎么样的色调都好 这个都能够搭的 那我还买了一顶贝雷爆铜帽 这个 这个是他们家今年卖的很不错的一款 叫做Sam 上面这里是羊毛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是小羊皮 我拿到之后我觉得 哇!这个真的好惊艳 这个上头超好看的 我冬天的时候上映机 其实这顶出情绿要比刚刚那两顶都要高 这个是真的 完了 我觉得这个会 显脸瘦 哈哈哈 因为它有个这个地方嘛 所以就会有点酷酷的 如果你后面扎一条辫子的话呢 也非常好看 扎一条辫子就是这样子 扎两条辫子也很可爱这样子 因为我是有刘海的嘛 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刘海的话 戴上去应该会更酷 那么介绍完这顶之后呢 我就跟你们介绍今年春夏款的 现在就是应该在法国 刚刚上架的那个系列 OK那么第一个呢是我的挚爱 呵呵 千鸟格 这个帽子我是一件钟情帽 春天的款式呢 它这些地方都是棉线 就是很轻薄 不会厚也不会热 整个球它都是非常的松滑 你们看这个 很有春夏气息的 然后这个是它春天的标和内饰 就是这样子的 这顶帽子我现在还有上几个礼拜 我都有戴上街 但太热那几天我就没戴了 我觉得这顶真的是很好看 一件钟情帽 接下来这顶呢也是毛线的 它们的新系列 黑色的也是黑色的 我最近觉得 其实黑色的东西蛮经典蛮好看的 不过这一顶呢 它不是特别日常 我觉得比较适合大小姐出行 因为它有网纱 如果你要去出席一些什么聚会啊 或者是你要去旅游春游这种拍照 我觉得是 好好看 这个也不是用来防晒的 这个是用来 装饰的 它其实使用方法还蛮多的 有一种呢是这样子的 把它放下来 对 直接把它放下来 这样子出行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翻上去 这样子如果不处理的话 感觉很像 头沙 如果你会搭的话 你可以把它搭得很出彩 不过如果你是手残的话 劝退 这个是夏天款的徽章款 金黄色 就是这个 蛮可爱的 这个小黄 它跟冬天的那个姜黄色 是有点像 就是这两个色 但是材质不太一样 最后我要给你们上一下我今天的大boss Lole 加他们的草帽 他们的草帽 是我见过最好看的草帽 我现在还闻到那个草的味道 你知道这里帽子有多新鲜吗 它是渔夫帽 同时也是草帽 不能挡什么阳光 不能遮阳 但是它装饰性很好 呃我把刘海 腰起来给你们试一下哦 虽然我没有刘海有点怪 我感觉我没有刘海 那个气质根本就不大 不行 但是没有刘海是好看的 就是这样子搭配 最后再补充一顶出情绿爆高的帽子 就是13D1的这个小熊帽 这一顶是非常日常的 我称它为素颜帽 因为每次不化妆我上街就会带它 然后它每一个小熊都是可拆卸的 就是有个扭扣在这边 整个帽子是这样子可可爱爱的 然后很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一个牛仔的设计 因为昨天忘记拍了 所以今天补拍一下 然后露了一顶这个 这一款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13D1的素颜神帽 因为每一次素颜上街 还有盆头垢面的时候 我都会戴它 我发现它真的很遮丑 而且它这个牛仔的材质 但是特别好搭配 这一顶是春夏秋冬都在戴的 唯一一顶四季都在戴的帽就是这个 好 那么今天这个帽子的分享就到这边了 如果大家有一点点喜欢UTA UTA TV的话 请不要忘记一键三连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I'll have a special video Salud 如果大家有一点点喜欢UTA UTA TV的话 请不要忘记按赞和关注我们唷 每周都更新影片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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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